現在看著他們在起跑線上做好準備功夫 流暢一直以他的跨欄、過欄的功夫 是很獨到的 幅度是很大的 但相信他起跑這次未必敢這麼大用力 他起跑一向也不是最好的 他途中跑得好 而這次起跑得不錯 不過當然第四次的查米爾 兩步之後就過去了 看看流暢可不可以跑到第二 也很順暢 已經有機會上去挑戰查米爾 很厲害 我看流暢的機會,壓外那一刻 大家都猜不到,忠仔 對,厲害 13秒1 他自己… 賽前大家都沒人想到 流暢不貴為真是… 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傷了13個月 他最近一次試賽是13秒7 對 竟然可以縮短了 大家、行家包括教練 都說這次是13秒3、13秒4 對 就很盡力了 亦都很難贏到查米爾 畢竟查米爾剛剛世界賽 就拿了第二名 想不到後上可以過到查米爾 真的厲害 真的…我們… 原先也是想著… 接受的了 13秒4位 拿第二、第三也不錯 對 想不到他去到中後段 因為他的發力… 他的短速真的很厲害 最重要的不是名次人 對 因為他走了這個時間 對 而且看他跑完後 感覺到他的腳應該沒事 你看他跑完後 他自己也很開心 所以有時候說 運動員在場上 真的不須得 對 所以教練要他復出 真的不是簡單 好像起跑好了 起跑 始終不敢去得那麼盡 始終他傷了 而且重心 剛才一、兩個籃還在後面 但跑得順之下 就有信心 是 因為查米爾在前面領先 他就當他像兔子般追 應該最後過了 有機會過 不過也要拍照 看看壓線的情況 因為算過空口 對,我們來近距離 他去到最後一個籃 最後一個籃 是最後一個籃 平台,壓線那一刻 可以拍照 這個位置下去 看回… 真是最終 我想他不是爭取名詞 很開心 是想著可不可以跑完呢 跑完後腳會否痛呢 竟然跑完之下 還要跑到這個時間 還有完成了這麼緊湊的賽事 追到上來 超標,13秒15秒 當然,如果我們現在說 第一、第二名 一會兒葉Sir,你說得對 已經在名次上不重要 就是他能夠有一個表現 以及有一個信心 作為運動員 最重要是能夠恢復信心 對 對他接下來幾年 真是一個強心針 這場賽事很重要 沒想到 是這麼緊湊的一場賽事 比他勝出世界賽 可以跟香港觀眾分享一下 因為運動員來說 受傷了之後會恢復 是否跑得回呢 即是…是一個言論 對他自己的心理 這大半年甚至這十三個月 真是很難說 在今天能夠顯示出來 原來可以跑到沒有事 我想這個心情 真是很難言論 第一,在自己的家鄉 經過這個大會的鑑證 看過影片 是十三月一五 就是這個茶米爾得到半軍